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于1999年6月29日成立 公司股票于2001年3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交易 包钢股份具备高档汽车钢、高档家电钢、高钢级管线钢、高墙结构钢等生产能力 填补了内蒙古和中西部地区空白 包钢股份是中西部地区最大的板材生产基地 也是我国品种规格最为齐全的无缝管生产基地之一 拥有世界先进的两条大型万能炸机生产线和余热淬火生产线 是世界装备水平最高、能力最大的高速轨生产基地 包钢股份是怎么炼成的? 1996年6月29日 由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主要发起人 联合山西娇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设立了包钢股份 之后2001年2月14日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3万5千万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网发行 2002年7月1日 钢联股份被选为上证180指数样本 2005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钢联股份正式改称包钢股份 公司也布局了稀土领域 继2015年公司收购控股股东 包钢集团拥有的选矿相关资产 白云厄博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 以及伪矿库资产后 公司相继收购宝山矿业公司 白云厄博资源综合利用工程选稀土 选泥相关资产 北方稀土库存稀土矿石 生产厂房设备等与稀土选矿有关的全部实物资产 包钢股份是怎么赚钱的 主要产品有稀土金矿 银石金矿等矿产品 建筑钢材 冷热闸板卷 镀银钢板 中厚板 无缝管 重轨 行钢等钢铁产品 可以大致分为板材 线棒材 管材及行材四大类 管材为公司主要营收来源 2018年实现营收354.05亿元 占比达到52.70% 线棒材 管材 及行材占比均在10%左右 包钢股份成长性怎么样 包钢股份近三年营收呈现逐年上升开始 其中2017年变动较大 环比增幅 接近80% 从规模净利润来看 2017年 2018年 两年出现大幅增长 从ROE来看 包钢股份的ROE波动较大 从近十年数据来看 最高数值出现在2015年 当前ROE为25% 而2018年这一数值下降到不足1% 从资产负债率来看 近三年来 包钢股份的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 平均在65%上下浮动 用一句话总结下包钢股份吧 包钢股份主要从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钢铁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是我国西部最大的钢铁上市公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